配合这个月的国庆日 吉隆坡15倍警局特别委托广告公司 制作祝贺广告 可是没有想到广告内 我国著名地标双峰塔 竟然变成了三峰塔 结果招来了网民踏伐 广告公司赶紧道歉 并将广告下架 还解释那是人工智能系统出错 这则广告展示在吉隆坡 地杀金地花园的电子广告刊版上 就像你看到的那样 双峰塔突然多了一座塔楼 网民发现以后就把照片上传到脸书 还批评这种错误不应该在国庆月出现 更何况网上还有很多 免费和优质的图片可以共使用 事件在网上引发争议 15倍警局指示负责公司立刻移除 而百乌龙的广告公司 也在脸书发文道歉灭火 承诺会审查内部流程 防止类似的情况重演 同志没发现